尊敬的戰友們好啊!12月1號啊! 這個昨天又是一個激動的幾乎不眠之夜啊! 真希望全中國都能像這裡有一個攝像頭 有個攝像機能把這一切都記載下來 但是那是不現實的 關鍵的時刻的攝像頭也都會壞 也不會讓你管用是吧! 所以說這個整個中國大地 大家看到了這個各地在建方艙 各地政府都在非常驚悚地等待著下一分鐘的突變 昨天很多國內說上海深圳所謂的方艙醫院要拆除了! 然後呢要解封了!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那不是白夜做夢 你那是睜著眼你在這個太陽下面做夢啊! 那是瘋狂的!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啊!他非常清楚已經千瘡百孔! 千瘡百孔! 只要找了一個漏洞啊!他們將直接就是馬上崩潰! 據說啊!共產黨內部在開會研究幾個大問題! 白紙革命!也就是咱們所說的火焰革命! 全國到底到處找火!什麼原因!找不出來! 聽說政法委的人、國安委的人給他們報告說啊! 什麼海外勢力啊!什麼郭文貴影響啊!什麼的! 因為習都認為這不是全部原因! 他就想找出黨內黑手! 另外一個!習非常清楚! 停止清零隔離! 就等同意啊!宣布共產黨完蛋! 叫做共產黨完蛋! 叫做國破黨王! 嚴格講是!不是國破黨王!是習家黨王! 國不會破!永遠不會破! 就這麼嚇唬人嘛!實際就是他習家黨王! 另外一個就是12月7號到9號的訪沙特的事情! 都安排好了!萬好酒店都拆空了! 現在還有了第二個預備方案! 不在萬好!在萬好!在外面! 所謂的皇宮裡!給他騰出了一個樓! 特殊情況可以住在皇宮裡呀! 然後參觀已經是大範圍縮小了! 但是!12月6號!江澤民發喪! 他發喪!你咋去沙特嗎?是吧! 12月6號完了去發沙特嗎?第二天! 所以這是又是個大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各地接到舉報! 說很多城市裡已經死的人數很快就會被爆出來! 這又是個驚天的數字! 如何辦?會激發民怨! 更重要的事情!各大院校所謂放假之後學生被挨個約談! 被地方監管!就是把學生擺在學校可以抓的! 把你放假回家去!當你回到家把你打散了! 讓地方的鄉、村、市、街道把你抓起來! 把全家給控制起來!說現在有些學生沒回家! 咋辦?咋辦?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經濟已經到了災難的時刻! 所謂過去兩三年來儲備的糧食和現在的外匯大幅下降! 接下來就是糧食危機! 冬天即將到來!冬天的取暖的問題! 甚至大量的停電! 而且現在有情報顯示! 在南海各國軍隊也不老實!趁機而入! 有點像當年走向共和! 日本、俄羅斯、德國蠢蠢一動啦! 所以說這是內憂萬患! 還有習呀!習的身體這次反應很大! 我以為就是習和是彭麗媛得了的! 結果聽說全團接觸的全部得了! 全部染上了! 這回染上以後對他來講是個重大打擊! 反應很大! 本來定的是昨天要出面的! 要有一段視頻所謂的參觀講話在京西賓館! 結果也沒出來! 那麼接下來整個的吊宴這個會 特別是像胡錦濤還有現在活著的這些老革命! 怎麼讓他們在一起來搞一下這個默哀! 會不會發生胡耀邦事件! 會不會借追調會發生當年的八九六四! 這都是未知數! 更誇張的事情! 現在國內的科技領域、芯片包括軟體都出現了重大危機! 然後現在外資大量的! 就是這幾天! 就這幾天! 就是這個火焰革命開始! 大量的外資往外撤離! 大量的外資撤離! 這個對他們來講簡直是噩夢啊! 糧食越來越少! 科技越來越出問題! 然後呢! 這個大量的外匯外逃! 投資外逃! 那這是啥概念? 兄弟姐妹們! 所以說中國的這一場 腥風血雨到底是死多少人的問題 是一定會成為一個巨大的運動! 這一點都不用白語! 這場運動是一定會消滅習家黨和共產黨最終結束! 這是代價的問題! 和還是兩個月三個月還是到明年年底的問題! 大家普遍的黨內認為 基本上2023年 習家黨共產黨灰飛煙烈!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接下來就是民生抗爭鬥爭會付出多少代價? 說白了! 你越弱它越搞清零隔離越是清算! 你越強你就被清算和清零隔離的越少死的越少! 它死的越…… 習家黨、共產黨死的越快! 老百姓就死的越少! 代價就越少! 已成定局! 西方世界聽說現在所有的世界都在等待著中國 這個已成定局的時刻 以什麼的情況發生? 我昨天晚上在感觸更深的事情 好幾個軍隊的人、軍衣的人被派到外地 接管當地的所謂的隔離清零、方艙還有醫院 在臨去走之前給我深發感慨的七哥 可能我最後一次看家人了 再回不去了 我說你有理由這麼被殺 你真有可能最後一次了 因為你是被派出去殺人的 那你是有可能被別人殺的 他說現在真的老百姓很慘 讓我們只要有反抗就往死弄 所以說老百姓沒有任何招 只有火了 是吧 只有火焰了 點幾 大家凍死 接下來那麼冷的天 在方艙醫院 你只有凍死沒有取暖的 那在凍死前段下還不如點點火呢 是吧 讓自己暖和暖和 對吧 抽根煙吧 還有一個 我不相信 就這個未來的六七十天 在所有的方艙和隔離清零情況下 大家都等死 等著家人一起死 你看著我看著死 這比猶太的集中營還可怕 你相信這樣會繼續下去嗎 所以說昨天這個 原來的軍工大的一位咱們戰友 說我不能不去 我家人在國內 我跑也跑不了 家人都被綁架了 也都被邊控了 但是真的七哥 他說我看著家人 他說我真的說不出口 可能是跟家人有別了 被派往前線的大量的武器 還有軍衣 很多人 都認為這一次可能是最後一次跟家人見面 能不能活著回來 不知道 我深信這是真的 所以說 整個中國面臨的是恐懼 死亡和絕望 而且是一家一家的 在這種情況下 願不願意保護自己家人 願不願意站起來保護自己的生命 這個不是信仰 也不是宗教 也不是情懷 那是你的本能 爆料革命 不希望任何人跟我們一樣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 只希望同胞們能活下去 能和家人活下去 錢財你就別想了 錢財你就別想了 聽說江家的願望很多都實現了 但是還是不滿意 上海人現在都在 上海幫的人都在寫信 要借這個江澤民同志 這個已經離世的消息 轉換清零隔離政策 然後在國際上重塑了共產黨的形象 要繼續持續改革開放 然後要讓人民安心放心 不再折騰 而且呼籲 第一次呼籲胡錦濤同志 一定要站出來參與這場 江澤民的政治追悼大會 又結束了 行了 啥不否了 刑期天見